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蘇澳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因為以前小時候住在那個地方 它那個地方人口越來越少 那山特別的多 我常常看山 然後我們常常在山的旁邊走過 都會聽到一些鳥的聲音 或是什麼動物的聲音 那我就想說那個山會發出聲音 那我就用文字的方法 來表現這些山的聲音這樣子 用很淡的墨色來寫它 因為一般的書法很少寫到那麼淡 然後它裡面有加了一些水 讓它那個感覺有暈開的那個感覺 還有霧霧的感覺 帶有水氣那樣 那就很像窗外 我們在看著窗外下雨的感覺 那個情況霧霧的感覺這樣 以前傳統的舊思維都是想說 山就是一些春房 那我想說用那些不同的一些像 比如感覺是石頭那種感覺 變成是一個幾何圖形 然後排列大大小小的排列這樣子 在這陈海中 bacterial整體裡 是有很多差別的人 在這陈海中有兩個人 會生成啊 或是屬於兒子